自拍車 自拍車 以Toyota 為例 儀錶板左下角 左下角出現 O-D O又斜線D 然後OFF O 又斜線D 然後OFF 這到底是什麼呢 原來查網路 查Google以後發現 那是爬坡用的 但是比較耗油 就在那個 排檔桿上面那個 索O 的地方下面有一個 按鈕 排檔桿 最上端 索O 碰到掌心的那個地方下來 有一個按鈕 不是那個 索煞車那個按鈕 在下面那個 比較小的按鈕 一按 就消失了 一按 就出現了 那個就是爬山路 左山路爬坡用的 一般的 自拍車 要換檔 要先踩煞車停下來 然後再 再換 再換 比如說是 空檔啊 或者是前進檔啊 一到 倒車也是要 停下來換倒車檔 現在喔 爬坡的話就只要按那個按鈕 按那個按鈕 就爬坡就可以用了 增加扭力嗎 蛤 就在儀標板的下方 出現那個 記號那個是 OF O又斜線 D 然後 OFF 查 網路可以知道 爬坡用的 你 是自拍車都這樣嗎 哦 哦 哦 又斜線 D 然後 哦 這個在 排檔桿 手 哦 碰到手心的下面 不是那個手燒車的按鈕 是更下面 比較小的按鈕 按下去就消失了 再按一下 哦 又出現了 爬坡用的 爬坡用的 日排的 日排的車 通常換檔都要先踩煞車停下來 比如說要倒車了 就換 按到後面那個R 啊 這個爬坡的不必 不必踩煞車停下來 就可以增加扭力 增 增加馬力上坡 爬坡 又要換 換檔 哦 這可能就會滑下來 這 很麻煩 所以 有這個設計 一按就可以把 有爬坡的爬坡的增強馬力 增好 增好 哦 你那個什麼 你